立法院今天也提到了大陸十一长假开始 台湾旅游被视为陆克首选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预期停留的状况发生 陆克来台旅游花钱一点都不手软 确实的国人假日出游到处都被挤得满满满 我们有很多的官装景点 已经把我们搞得我们真的不少了 我们要去哪里玩 不管是日月潭阿里山野流 这种所有的风景区 通通都是中国观光客 那其实呢我们这几年都是在拼品质 而不是在拼量 局里有评估过千万旅客的人数是OK的 大陸十一长假是出外旅游旺季 根据国际定房网站调查 陆克最爱的城市台北几下香港拿到冠军 要聘经济陆克来台人数还在增加 那个团客人数是5000调到8000 是有这回事没有错 这个不是今年才提 就是这两三年内都有一个因应 就是包括农历过年 还有大陆十一长假 还有圣诞节这个假期 都有一个团客调高的一个机制 不是只有今年 人多虽然带来前朝 不过部分国人笑不出来 不仅拥挤也造成其他安全问题 比如当局窃盗 卖引或者这个治安事件 事情成效来看还是有一点绩效 根据国安局统计到今年8月为止 大陆非法治留人数就有3550人 相关单位研议陆克在台停留时间 目前仍维持15天的最高上限 而陆克来台虽然刺激消费观光 但钱到底有没有进了台湾人口袋 立委要求相关单位应该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毕竟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 比从陆克来台观光人次更为重要 有点TV游家伟 是永沛台北报道